决定性瞬间这个词语 实际上是并不真正存在的 在我们入门街拍 或者说是我们接触这样一个小圈子的时候 我们最经常听到了这样一个词 就是决定性的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决定性瞬间这个词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入门的一个 特别是街拍的摄影师 会非常喜欢把这个词放到口中 我觉得这个词也是非常不错 非常酷的一个词 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以决定性瞬间 来把它作为一个街拍的一个指导作用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不正确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拍到一张好的照片 有可能是在街头去游走 有可能是你在某一个角落 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然后在那里等待 也有可能是你拍摄很多的照片中 挑选中的一张照片 实际上真正的决定性瞬间 我觉得它并不能够知道我们的拍摄的工作 因为在真正的拍摄中 我们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新的一个摄影师 他其实会脑补真正的大师 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街拍摄影师 他们会拿着相机 大摇大摆的在街头走 然后眼神敏锐的去观察街头发生的所有东西 一旦他发现了街头有什么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冲突的故事 然后马上就拿起相机 然后拍摄 最终得到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的一张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有可能就变成了永恒 实际上带有这种想法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马格兰那些摄影师 他们的一些工作方式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他在拍摄一个瞬间的时候 他往往会拍摄很多很多张 所以这在某些情况下 是打破了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的决定性瞬间这样一个词 它表面的意义 当然我并不是在否定决定性瞬间 其实我觉得决定性瞬间这样一个词 它并没有办法指导我们的拍摄工作 但是它确实能够指导我们拍摄的一个结果 从某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去看这些作品 真正被一些人挑选出来的这些作品 它其实都能反映当时那一瞬间的一个 当时街头的一个动态 人物之间的冲突 和一些街头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他一张照片 就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非常非常的美好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多张照片放在一起 才能描述一整个故事 现在我就拿了三张照片 然后这几张照片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当时我路过的时候拍的时候 就看到有放了一堆的编了号的垃圾桶 然后这个垃圾桶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开了闪光灯 可以看到这里都有很亮的一个闪光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照片因为打印机的原因 所以它有点偏绿 但不影响大的 因为这个本身我就要显示的是一些绿色的感觉 那么这三张照片都是在一个地方拍的 它的主题也一样 但是我就想要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构图 一个感觉 那么最终我选的就是这一张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表现就是决定心瞬间这件事情 可能会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场景不错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所以我就多试了几张 那么这一张呢 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不是那么好看 所以我就放弃了 然后这一张呢 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些东西在这里面 然后这边整个的结构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张是不错 因为有近大远小的一个这种透视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张 OK 那么打印的话 这个打印机有点问题 但不影响 那我就选这一张 好 那剩下的还有两张 这两张是当时我觉得这个天空还不错 在这种天空还不错的情况下呢 我也多拍了几张 因为我很喜欢很迷恋这个线条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幅画 然后可以看到这有非常细的画笔 也有非常粗的画笔 这里还有不同颜色的画笔 就好像在这个天空中做画一样 那么我也移动了一下脚步 然后我最终会觉得 可能这一张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更喜欢这条线 让整个画面显得平衡 那么这一来看的话 这一边没有那么的丰满 整体上我们来说 还是这一张会更好一点 那么从这里面就淘汰这一张 那我就现在有了这两张 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加不错一点 那么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也是走了换了几个位置 然后最终去尝试 并不是因为直接看到了 就直接抓拍了 好 最后这里还有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其实会更简单一点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人走过来 然后他看到我在拍摄 然后他就问我在干什么 一般来说拍的人会有些警惕性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是拍一下胡同的里面的生活 然后我很喜欢胡同 跟他沟通一下 跟他交流一下 然后这位老奶奶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挺不错 他还推荐我去一些其他的胡同 然后在我们聊完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左右 我就跟他说 要不我再给您拍一张吧 然后他就说不错 那我就给他拍一张 然后就拍了这张照片 当然我觉得这张照片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照片 那么这张也没有那么的好了 其实说实话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能够表达出 决定性瞬间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说 当你觉得有更好的画面的时候 为什么不多拍一张呢 当你跟别人沟通 沟通到比较嗨的时候 可以让他留个链 留个记脸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跟别人沟通 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我觉得这两张照片 都不是很好 在这个系列里面 现在可能这两张 是一个空镜 会稍微好一点 当然我还是需要更多的人的 但可能不是这一张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指导思想的话 我觉得比决定性瞬间要更好的一个词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词 就是如何拍摄一张好看的照片 拍摄好看的照片有很多很多方法 但是却很难真正的去描述它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拍摄好看的照片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有结构上的方法 有一些审美上的方法 有一些个性的方法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找到自己的方法 找到自己的喜欢拍摄的题材和诠释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努力 才能真正帮助我们在街白上面 有所变化 有所成长 有所不同 其实你们也可以看到 我在拍摄一些照片的时候 在一些好的场景 或者说我遇到还不错的人的时候 我会选择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的时候是等待 等待这些人他走来走去 等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碰头的一个时间 有的时候是在调整角度去改变 整个图片中的一个构图和一些组织的形成 有的时候我是在面对面的时候 快速的一个抓拍 所以要我来说的话 决定性瞬间 这个词它不在我真正的一个接拍的方法里 如果说我要真的要说自己是什么方法的话 我觉得多去锻炼自己的审美 多去锻炼自己的眼睛 可能是我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接拍方法 所以我们并不一定 一定要遵循某些规则 某些方法 学习一些别人的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来让自己去适应别人 就像Bruce Gilden他说的一样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 你就应该尝试去做自己 因为每一个好的摄影师 他一直是探寻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自己 而不是做一个好的别人的影子 做一个影子 他永远是在跟随别人 去解读别人 如果说你要变得更好 变得更强 你要在接拍或者说在艺术作品中 能有更多的自我表达 你一定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要解剖自己的内心 然后看看怎么样把它去联合在一起 也许这个答案不是决定性瞬间 这几个字能够解答的 但是它开放了之后 就给我们每个人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一些方法 去寻找 去探索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非常美好的旅程 我觉得不用害怕 也不用一定要听谁的指导 我觉得只要放开手 走上戒头 去拍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 常常愿意拿个相机 走向街头的一个原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